男生新秀宏伟 汤姆斯杯世界冠军郭震东 奥运冠军 李雪瑞 于扬 蔡云 傅海峰 这个三打三的比赛 也可能是三男三女 也可能是两男带一女 两女带一男的机会不多 但是今天在这里呢 我们在场上该怎样的站位 这个比赛的过程将会非常的激烈 请大家准备好你们手中的各种摄录器材啊 不在意大家来拍照来记录 重点呢还可以听听我们洪刚老师的解说 大家从中学到一眼羽毛球的实战技巧 好 请大家尽心的来欣赏羽毛球三打三表演赛 好 各位观众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2013首届CTTV贺岁碑的转播 今天大家看到的是贺岁碑的第三天 今天正好也是腊月23 中国传统的季造节也是大家所俗称的小娘 在这一天呢大多数家庭都要吃一个团圆饭 这一般也就意味着这个过年这个年也就开始了 接下来大家看到将会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比赛 羽毛球的三打三 这场比赛呢一边出的是三位奥运会冠军 蔡云 富海峰 李雪瑞的组合两男一女 另外一边呢是奥运冠军于阳和南队的队友 洪伟和郭震东 三打三在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转播当中 体评到转播当中应该是第二次出现 第一次是在2008年汤姆斯被预赛上的 大家看到这是富海峰 那在赛前呢我们也看一看富海峰对三打三的理解和介绍 可以看出呢富海峰对三打三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这个项目呢是李永波总教练力推的 羽毛球要走向市场的一个新的比赛方式 参与富海峰也是一项国内的业余三打三比赛的形象纳数 所以他们对三打三的比赛当中的经验和认识可能会多一点 但是其实在平时的训练当中中国运动员对这个都非常熟悉 比赛的规则积分方式跟单双打这次采取一样 大家可以理解为男双加一个女选手 就是有一名选手双方各有一名选手是不参与发击发 首先三打三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场上的来回球更多 而且他的速度更快 现在双方都采取了两名男选手在后场进攻 女选手在前半场封网的这种战事 在今年前几天呢我也到福建采访了前中国 女子排球队的主教练陈中和陈人导 我也问了一下这个优秀的教练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他其中提到一点就除了敬业啊这些各个方面的基本素质之外 他特别提到一点就是你在训练当中要有手段 就是要有办法 因为运动员呢专业运动员每天进行训练 这个过程是非常枯燥的 那要让选手运动员在训练当中保持新鲜感的话 教练必须有手段 让运动员能够在高强度的训练当中 一直保持积情和投入 又能达到训练效果 三打三这种比赛方式就是中国羽毛球队在训练当中 所尝试的一种手段 就是让选手们不是你打双打的 就每天上去就俩人打双打 单打的也不是每天就一对一对抗 而是在比赛当中利用 二对三一对二甚至一对三或者二对四 包括三打三就是利用不同的形式 或者分组对抗 或者是以一对二一 以一对三或者二对三二对四的 就是这种不同的方式来保持运动员训练当中的新鲜感 这样就产生了三打三这种比赛形式 在刚才这个防守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沈夜洪伟和郭震东这边采取的就是 因为于扬他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双打运动员 女选手 所以在刚才他们采取了三个人都撤下来防守的一种战位 对三打三的战术变化比双打又要更多一些 可以两个人在后场 一个人在前场 也可以一个人在后场 两个人在前场 所以看你的三个人的组合的能力如何 也可以三个人同时下来防守 现在发球的是洪伟 洪伟呢是在青春期 他的就是到十六七岁的时候 个子长得特别快 因为男孩一般都后发育 在年龄稍微大一点之后 他很快地长到了一米九零 现在也是中国羽毛球队身材最高大的选手之一 郭振东 郭振东和洪伟也是有搭档的基础 他们在上届全运会四年以前就进行了比赛 穿着白色阎领衫的这是 来自河北北京队的杜鹏雨 也是中国男单的主力选手 他在拜年的时候说了一句 欢迎大家去吃保定的驴肉火 我说你这个应该给大家带过来 不应该让我们去保定吃 太远了 他说没了 富海峰发球 郭振东接发球 现在三打三的规则 这个还没有一个正式的比赛规则出来 主要还是在摸索这阶段 现在一般采取的都是 实际上就理解为一场双打加一个人 只有两个人参与发击发 发击发的规定跟双打一样 刚才这个球就是在 李雪瑞他们那边主动的情况下 李雪瑞和富海峰两个人双压往 两个人都压到了往前 就因为他们已经很主动了 对方很难把这个球再顶到后场 所以两个人都来到往前 给对方制造更大的压力 李雪瑞虽然是女子单打的奥运会冠军 但是他是一个在八一队比赛 在解放军队比赛的时候 单双打奸向的选手 包括前一部久的全国锦标赛 他也是单双打奸向 因为现在羽毛球运动的 这个发展水平越来越高 所以对于高水平运动员的 专业化分工也就越来越多了 现在打到世界一流水平 像李雪瑞这个水平 能够单双打奸向打比赛的已经不多了 男队员当中有现在给我们做解说评论的 龚伟爷 过去他在福建队 在厦门队比赛 也是打全国比赛 单双打奸向 889 8比6 而且关键是要奸到都是高水平 这个很难 奸向的可能比较多 但是奸向都在高水平的不多 鲍春来大家也非常熟悉 他也是单双打水平都很高的一个选手 我也看过鲍春来打三打三 现在在国内的一些业余比赛 也是采取了全国的三打三比赛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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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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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蔡云和李雪瑞的配合 蔡云和李雪瑞的配合还没找到感觉 这种三打三表演赛也是非常有观赏性的 那中国羽毛球队也把这种训练手段推向赛场 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正式的比赛方式 也希望能够成为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一种比赛方式 因为羽毛球现在奥运会的五个单项里头 男子双打明显是观赏性最强最受欢迎的项目 从五个项目金牌的分量来说 男子双打是最重的 但是从观赏性和 对不起 12个比赛 这比赛的激烈程度 好看程度来说 应该是男子双打 只不过由于它现在不是奥运会和市井赛的正式比赛项目 所以作为专业队呢 它没有人 不会有人专门去研究它的战术 那一旦这个项目成为 这个单项成为正式比赛项目的话 12比12 三打三的战术变化要比双打更加丰富 两个人的组合呢 只有两种 一前或者一前 你在前我在后 但是这个变成三打三之后 组合按照数学来说 就应该变成六种 好球 13比13 这余阳在防守的时候 这出手 很有隐蔽性 余阳的封网好球 那边的防守也漂亮 李雪瑞马上来前往 快封连续攻 李雪瑞来补一拍 这些专业高手的比赛呢 一旦三打三 他们场上有轮转和跑位了的话 这比赛就更好看了 第一局呢 就像我们说的 双方还是站着打 站位都比较死 随着第二局的进行 双方在场上 两边的队员都逐渐越来越熟悉 所以场上的轮转就比较多了 现在红队这边不起高球 即使被动也是连续的 利用低弧度球来平手反击 最终造成对方失误 忙中不错 这一球 红伟和郭震东坚持不起高球 尽管在抽打当中 他们的球都是向上走 比较被动 但坚持不起高球 最后迎来了机会 双方的抽打 非常漂亮 我们前面说了 三打三的是一种训练手段 这种训练手段 就是比正常的比赛 要加快你的来回球节奏 增加攻防的难度 今天傅远方在往前的时候 他的封王很大胆 现在三打三的规则 在前面介绍了 还是按照双打的规则 就场上指定一个人 三名选手当中指定一个人 不参与发阶发 今天双方都是采取的 女选手不参与发阶发 这种选择 规则并没有规定 两女一男的三打三比赛 必须是女选手不参与发阶发 就是三个人当中随便 指定两个人参与发阶发 一个人不参与发阶发就行了 净快了 快风在往前能够封到一拍 拍子都扔出去 这一段的比赛 红伟和郭振东这边呢 他们利用中场的抽档 占了一定的优势 通过抽档 找到了一些进攻的机会 这场的三打三的比赛 应该让人感觉到他的节奏还是挺快的 时间过得比较快 现在已经到了第二局的十八比十七 面对郭振东的大力扣杀 宇洋他们这边三个人下去防守 还是把球防住了 转入反攻 红伟大力杀 批掉一拍 还是红伟到后场 哇 这完全是 以力之胜 一个大力扣杀打在网带上 像刚才这个球又是李雪瑞 在防守的时候 他退到了场外 躲到了场外 这种情况就有点像手球比赛 手球比赛 因为他换人是不通过裁判的 所以就手球在 他有专门进攻的运动员 和专门防守的运动员 当球队在转入进攻的时候 这个进攻的队员替补上了 防守的时候 替换他的防守队员换上来 今天在这场三打三当中 李雪瑞的主要的作用 他就是一个进攻队员 防守的时候 又就靠两个奥运金牌 四四世锦赛的双打冠军的 蔡云凯凰俩人就够了 防点20比18 这就是三打三的战术变化 他应该是比双打要多得多 放他9 比分到了19比18 红伟发球 红伟霍顿东和于阳这边 还有一次机会 20平 20比20 这球是男双的作用 这完全是蔡云凯凯凯两个人 在双打都那么默契配合 从发球开发接发开始 站了主动 有机会 一个软挡 蔡云杀球的这一下 要求质量太高 太着急 想一下把对方杀死 林雪瑞在场上的作用很明确 他就是通过墙网 来给两个能力很强的男同伴创造机会 创造进攻机会 现在到了关键几分 蔡云富海峰就开始用上了一些男双时候 他们常用的配合 投后场 在这个时候突然投一个后场 宏伟是准备不足 这场3-3的比赛是蔡云富海峰和李雪瑞贴一方 取得了胜利 他们2-0战胜对手 今天这场3-3的比赛是在体育频道的羽毛球直播当中 在我记忆当中是第二次出现 上一次是在2008年队内的汤杯热身赛场 也进行了一次3-3的表演 这是时隔4年半之后 又一次在体育频道的转播当中 大家看到3-3的比赛 在我的记忆来看 今天这场球由于有4个奥运冠军参加 再加上郭震东和宏伟这样的市井赛八强选手 所以今天这场球打的尤其是第二局 相当的好看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现场 颁奖的情况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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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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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